猴鹿镜头随微风 一见青帝到成空 青帝再次冲上前十 重铸猴子荣光 现场百万观众纷纷喝彩 尤其分数甩骨二两千多分向一座大山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紧张又精彩的一局 进入游戏 青帝正常拦开就看到下路连体拿下公孙李 看样子这把有难度 等快四集时发现对面还想蹲射手果断开团 拿下桑骑追着孙上香平癌 想消耗其状态入侵拦区 因为马超为了中线和和谢耽误太多时间 就在此时上路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达摩单杀亚连 进来后看到马超还在辛苦刷篮 青帝联盟好心帮奇打打小语 可惜公孙李犹豫了没跟 不然这波可能不一样的战果 而马超失去了小野自然要吃中线补补 戳上来就被娃儿飞天拿下 反而更瘦了 那么青帝只好再次帮奇刷了三猪 当然也不忘把走地鸡耐入囊中 还能蹭一波达摩的线 对位已经完胜 等到四分半刷完野区 以为对面要动暴君联盟来看 拉着下找机会 对面在旁虎式单单伺机抢博 等队友赶来顺利拿下暴君 增加一些优势 接着入侵红区 争分夺秒用上大招 等达摩到来顺利拿下红再吃个走地鸡 玩儿还将真机留下 对面直接裂开 这样的运营下已经大优势又开了大龙 队友已经迫不及待再次入侵红区 亲力颠上观察局势只捞到一直走地鸡 不过双方二划二还是转的 有了优势后带领队友推掉下一场 紧接着马不停蹄入侵红区 可惜红没抢到 不过好在是对面辅助抢到了 本以为无功而返却迎来惊喜 没想到最后打输了 有点小亏 回来刷篮时就见亚连带人过来抢夺 虽然拿下亚连可惜篮没了还是亏的 接着对面又趁机拆掉综艺塔 轻易见状开团留人 没敲到射手果断撤走 但对面人多岂能善罢单修 最终吃了两个闪现被孙上香拿下 不过倾闭方依旧有点优势 复活后十分钟 双方聚集争夺关键性暴军 亚连是真的猛拿下双杀还能全身而退 眼见没有机会的清帝只好撤退清线 观察局势后想趁对面放松之际打得出其不意 但对面十分警觉失去机会 丢了暴君只好拖延时间 公孙林上去看一眼就爆炸 对面趁机两路推进给压力 清帝抓住机会两棍打残孙上香 亚连见猴子这么猛便想跃塔 清帝跳棍细耍亚连 反而拿到人口 那么大龙就有了 对面还想来阻止 以为桑起必死丝滑跳棍拿下森上香 对面被敲请跑路 接着开了大龙 又来将暴君收下 重新建立优势 回来拿篮后 队友三打五开团 等清帝两人进场 反而拿到双杀 紧接着想趁对面少人去篮区 没想到被埋伏 真机是真的猛 五千的经济差点双杀 但清帝还是想尝试一下入侵蓝区 没想到被真机搞得太烦了 等到17分钟大龙刷新 清帝想蹲一波就被真机大招拦路 亦是这么恐怖吗 找不到机会便在队友掩护下拍的大龙 连忙支援队友加入战场 看样子清帝还是紧张万分的 没打到孙上香导致大招杂蓝凌王 回来使亚连追着公孙里打 在几人机火下居然全身而退 而兵线没了只好让队友停止追击 随后等巨龙到来压下路高地 拆掉后继续来拆中路高地引优对面接团 眼尖要死没想到清帝反应迅速敲兵夺马超一枪吸血 拦着马超让队友专心拆塔 最终成功晋级 清帝再次重铸猴子荣光 激动万分记下这历史性的一幕 尤其粉丝也挺进前十简直让清帝心里乐开了花 我的粉丝巅峰前十两千三百祖数多 然后我自己也是两天直接就前十了 我们明天接着打